可能会感觉更好看一点 就一个闪光灯素材 你看这个闪光灯素材 就是从网上随便找一个素材 然后把这个素材拖大 拖到多大呢 拖到一个 这闪光灯素材 其实我就是叫它闪光灯 它并不是一个闪光灯素材 就是并不是闪光灯真实的效果 就是这么一个 咱也说不上它是个什么的东西 然后我就感觉加在这块呢 可能会效果稍微好一点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可以拖的大一点 拖的大一点 这个素材到时候也会给大家 大家自己去研究 加到什么位置都可以 比如正好加在人物下巴这块 但是呢 我们加到这会有一个问题 加到这以后 这个白色的素材 跟整个画面呢 不太协调 那我们想要整个画面的色调 再协调一点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再给它加一个单色的照片滤镜 这个大家还记得 复古那些个胶果 对吧 可以让整个画面的色调 更 怎么说呢 更统一一点吧 然后加一个照片滤镜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上一次加的是什么呀 正片叠底 对吧 咱们先把这个 普通频度降低 这个我不需要太多 我只需要10%左右就行 然后咱们看啊 如果是正片叠底 咱们这这么着吧 咱们那个20吧 刚才那个10的效果 咱们看不出来 如果是正片叠底 你会发现人物肤色又回到原来那个黄不拉击的感觉了 而且是有点偏暗的 对吧 那我们不用正片叠底 我们用一个这个绿色 绿色 是不是变亮了 能起到一个照片整个统一效果色调的感觉 但是呢 整体照片变亮 不会让我们白白调了半天的这个白皙的肤色变回去 那这块呢 我们不透明度 就这样20就有点多了 对吧 往上拉一点点 拉到一个10 89 9就可以了 我觉得 9就可以了 不用非得强调那个10 然后这样可以让这个闪光灯在画面里边更融合一点 然后到这呢 这张照片的其实整个这个色调的处理呢 基本就完成了 从事我还特别准备 既然咱这个叫韩系美婚纱 是不是 又准备了一个文字素材 你看多认真的 对不对 这个韩国字 是吧 这个不要说我崇洋媚外啊 咱们就韩系咱就加点韩国字 对吧 日系回头没准 还加点日本字 不要有这个民族这个这个情绪就可以 好不好 然后 这个 文字素材加上来以后 整个这张照片呢 其实处理呢 就基本完成了 这个文字素材你想加哪加哪 稍微往这压点这个闪光灯也没关系 然后 这张照片处理到现在 咱们来看一下啊 之前之后啊 这种变化我觉得是 大家都觉得不错吧 应该是 对吧 反正我自己觉得挺满意的 咱之后要拍到这种 不管是婚纱呀 或者是这种情侣写真的时候 想调整这种韩系的感觉 你可以照这个套路来 最关键的几步是什么 记得啊 选URD 然后语化 用300左右这种大的数值 然后用画笔直接画光线 这个光线绝对比你加个镜头光晕 来的实在啊 咱们看啊 我现在给你加一个镜头光晕 让你瞅瞅 这不好啊 咱们在这个图上加镜头光晕吧 镜头光晕是个啥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加大一点 你瞅瞅 这个镜头光晕呀 但凡是懂点PS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你这个是加的 就这几个东西 就直接出卖了你 对吧 所以咱千万不要加那个东西 这样手动做的光晕效果多好 那到这呢 咱们保存一下这个PSD 然后再保存一张勾PG 保存一张勾PG 直接覆盖原来那张图片 好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这张圆图正好留在这 这张圆图正好留在这 咱们不是还得来一个神奇画笔效果吗 对吧 来 朋友们啊 加一个这个蒙版Ctrl I 然后白色的画笔 这个画笔 对 恢复成白色啊 刚才不是调成那个 那个黄色和紫色了吗 来啊 原片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一键美画 变成一种寒细的糖水的感觉 这一系列课程都是教大家类似于这种糖水比较清新的感觉啊 有很多朋友喜欢拍小清新嘛 那小清新也难免都得调一下 对吧 之前之后的对比 你们回头拿了PSD自己去看吧 对 在这我之前忘了教没教过大家啊 你想看这个对比的话 按住out键点这个图层就是显示 应该讲过啊 你们看那个PSD的时候自己调完也可以这么看一下 是吧 好了 这节课呢 基本内容就是这些 下一节课我会教大家这个日系小清新的一个调法 可能是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掌握了 但是你不妨听一听 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法可以调出日系的小清新啊 这节课内容就是这些咱们下节课再见 最后再提示一下大家 如果你在这套课程里边有任何听不懂的地方 不要着急 虽然咱们不是直播课啊 但是还有这个答疑的一个环节 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这个二维码 加咱们课代表的这个微信 这是咱们课代表的个人微信啊 加了课代表的微信以后 发一个你这个购买课程的一个凭证截图之类的东西 他就会把就证明你买过这套课 他会把你拉到咱们专属的这套课程的微信答疑群 这个群里边不进行答疑 但是是收集问题 大家可以把你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没听懂的地方 把问题描述一下 或者是发一些你自己的原片的作品 不要一下刷屏 不要一下刷屏啊 发几张或者发一两张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会从里边精选问题 精选大家的作品 在11月份的四个周三啊 10月1号 10月8号 15号 和22号 四个周三分别放出四期答疑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从咱们的答疑群里边收集到的问题 通过视频的方式 通过Photoshop演示的方式给大家解答 然后录制好的视频放到这个咱们的课程里边 还是这条课程的后面更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答疑视频了 所以说不要着急啊 只要加到咱们微信群里边随时提问就可以了 大家也要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在微信群进行答疑 因为微信群答疑的话 一个是文字加语音的方式呢 可能答疑起来不直观 另一个是答疑的时候呢 有些朋友如果没看到的话 后面就会被刷屏刷上去 他也没法记录了 所以我们直接录制四个答疑视频 有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去看这条课进行提问 这四个答疑视频也会永远的放在课程的这个视频里边 大家可以一直去回看 这也是对大家一个负责的一个想法 希望大家能能进咱们的答疑群 然后提出你没有听懂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